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是美女如云的香艳小说 为了找灵感 她经常沾花惹潮 今天趁老婆小红不在 她又和一美女小花在家愉快玩耍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了 老婆小红突然回来了 在窗口看到老张搂着美女 路火中烧的她推门而入 然后美女却不在了 老张一副淡定的样子 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小红问老张 刚才的女人去哪了 老张一脸无辜 这房间刚就我一人 哪来都美女了 不过现在倒有一位 看到老张油腔滑掉的面容 小红感到一阵恶心 她知道 那女人肯定藏起来了 一阵饭香倒柜 没找到 看着老张一副得意洋洋的脸 小红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她知道 女人肯定是趁她进门的时间 跳窗逃跑了 现在不能人账并货 但作为一个女人 哪能忍得了这事 她向老张提出离婚 老张听到后笑不出来了 她慌了 赶紧向小红解释 然而并没有用 事已至此 她只能告诉小红真相 原来 几天前 她发现自己得到一个神奇的能力 平常写小说 她都会通过录音 将内容记录下来 一次创作中 她描绘出一个人物的特点 结果那人 就凭空出现了 而且和自己心中 想象的人物一模一样 如果想要其消失的话 只需要把交代烧毁即可 刚刚的美丽小花 就是老张靠嘴说出来的 看到老婆回来 她便将交代烧毁 小花自然也就消失了 老张向小红解释道 自己只是为了找灵感 为了创作 才弄出的小花 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小红听完老张的话 当然不信 你以为我没看过 神必马良的故事吗 看到小红 还是不信 老张只能顾忌从事 只见她拿起花筒 嘴里说出小花的样貌 描述完毁 小花果然出现 但这并不能让小红幸福 说不定 小花刚就躲在外面了 老张只能抽出交代 将其烧毁 小花果然立刻消失了 眼见为实 这次小红算是信了 原来你就是美国马良 然而不出疑惑 理智还是战胜了好奇 就算小花是你老张变出来的 但人改变不了你出轨的事实呀 说吧 小红还是质疑离婚 她不想再听老张的任何解释 随后甩门而出 结果一出门 她便被吓嗓了 只见一只大象 朝着她一阵怒吼 想也不用想便知道 是老张变出来的 为了挽回小红 她只能出此下车 暂时留住小红 然而就算这样 又有什么用了 俗话说得好 得到你的人 却得不到你的心 就算得到全世界也不开心 老张眼见如此 只能坦白 道出实情 她告诉小红 其实 她也是自己创作出来的 老张来到书柜 拿出一份写着小红名字的信封 里面装着一对肖带 这就是 描绘小红的录音 老张随后深情必妙地说 虽然你是我冲着出来的 但你也是我保留最久的女人呀 跟你相处这么久 我早已爱上了你 然而 深情的话 并没有打动小红 反而引来对方的嘲笑 小红笑着说道 自己从小到大的记忆 现在都能回想起来 你说我是假人 真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小红说吧 结果信封 一下将情人进火堆 然后 得意洋洋地向老张说道 你不是说 稍会交代 假人就会消失吗 那我怎么 哎呀 看着小红消失后 老张慌了 他赶紧拿起花筒 想将老婆小红变回来 但花到嘴边 他却停下了 心想一下 老婆小红蛮横无礼 而小花却温柔娴熟 为什么 我不直接娶小花当妻子了 随后老张再次拿起花筒 小花应声而出 两人从此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故事 到这也就结束了 短片虽然带有奇幻色彩 但细想一下 却似乎又有几分道理 毕竟现实中 很多女人便是男人靠嘴得赖的 俗话说的好吗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哈哈 好了 今天的怪故事就讲到这了 喜欢的一个解说的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